欢迎来到小哥播报 看得闹更看门道 2022年4月3日 李浩宇在费城人小联盟EA常委杀队 先发担任游击手打第三棒 这是李浩宇展开小联盟生涯 从去年还在新人联盟打拼 今年身上EA以来 第一场有画面转播的比赛 他也有不错的攻守表现 一局上半无人出局二雷友人 面对投手是大都会EA投手Dominic Hamill 第一球速球宵进内角好球带 有不错的右串尾镜 犀利脊椎的滑球 但李浩宇可以选掉 再一颗内角第一位置速球 让李浩宇很难出手 接着一颗滑球投在外角第一位置 又带有速差变换轨迹 李浩宇没掌握好 形成三垒方向滚地球出局 有奋力冲刺只差一步到一垒 在高中联赛看李浩宇的身材非常壮硕 但放到美国职棒这个环境就变得还好 这就是竞争 二局下本场第一次守备机会 搭着Sedder Babassi 击出投手球前弹跳球 投手Michael Autumnbeth 用投球手碰了一下改变了球的走向 但在后方的李浩宇稍微刹车调整一下脚步 趋前处理行进间传接球 完成这个刺杀 整个流程蛮流畅稳稳抓下出局 三局上半本场第二个打席 两人出局二雷有人 投手男士Dominic Hamill 滑球偏外角坏球 上一个半局被内角速球吃死死 这次李浩宇做好准备 果然又来了一颗速球 李浩宇果断出手打出强劲平飞球 刚好越过游击手头顶形成安打 测试得点圈打击机会 不再错过打回一分打点 三局上半 这颗打在二雷上方的内野高飞球 李浩宇跟队友喊声确认后接杀 四局下半游击方向滚地球 李浩宇接起后 先是垫步确认二雷跑者回垒后 再传向一垒拿下出局 顺带一提李浩宇的前一棒 刚好是费神人现役外野手Adubo Herrera 因为在今年春训期间拉伤斜腹肌 所以先到EA调整 本场也集出两只安打 不知道李浩宇有没有抓紧机会 跟大前辈讨教个几招 5局上一出局 Herrera上一垒后 李浩宇本场第三个打席 李浩宇直接对第一颗中间大腿高位置的诉求出手 要向反方向传出一二垒之间形成一垒安打 李浩宇的安打有不同的攻击方向 这是好消息 5局下前面两个出局处都是李浩宇拿下 也都是高飞球 先是一颗前左外野的高飞球 李浩宇一路从游击向右后方退 球落下再多退一步顺利接杀 在一颗内野高飞球 李浩宇延伸到三垒防区接杀 右局下一样接杀一颗游击上方飞球 左外野手Marcus Leeson还跟李浩宇聊了一下 7局上李浩宇第四个打席 投手换成Franklin Sanchez 198公分高球速很不错 波报员指出第一球来到96麦偏高速球 97麦从偏外侧右窜进中间位置的好球 98麦偏外角坏球选掉 外角速球足省减了也有98麦 再一颗外角速球触碰慢了界外 接着高调速球没忍住触碰被判定触碰三阵 9上的投手还是Sanchez Sanchez用速球拿下两好球后 第三球想如法炮制来一颗高调速球 但李浩宇准备好也咬得强劲 可惜球去找手套被截杀出局 李浩宇截至本场结束 累计五场出赛 18打数敲出6只安打 而且连续四场出赛敲出安打 并且有两场集出2安 打击率3x33 上磊率4x29 在海盗EA掠夺者队的正宗哲也在同日的比赛 对投手Nick的Villa 这颗中间第一位置93麦诉求 用由内耳外insideout的方式挤出二蕾安打 打击手感也相当不错 再靠着敌队传球15上到3类 这一条线是一条线的方式挤出